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胜。 近日,关于肖战直播的话题在网络上引起了诸多讨论,不仅如此,肖战凭借这场直播直接登上了全球热搜第六位,观看人数一度超过了810万,这样的号召力在当下的娱乐圈可谓是相当少见。 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,肖战的这场直播不只是流量,带给我们的还有一种温度,一直温暖着你我。 实际上在肖战直播过程中,许多人关注的自然也多是肖战的一言一行,以及与主持人的互动等。 他的回答,他的措辞,他的理解,他的呈现,这是粉丝们关注的重点,也是最能温暖恩心的地方。 但是当我们跳出这个框架之后,将肖战直播放在整个娱乐圈或者是热度平台之上,进行横向的对比,便会发现另外一种别开生面。 就是在肖战露面的短短30多分钟里,肖战便已经登上了全球热搜第6位,其中泰国热搜第1名,新加坡2个热搜,分别是第4名和第5名,马来西亚热搜第8名,印度尼西亚热搜第15名,韩国热搜第16名,墨西哥热搜第25名,国内热搜第5名。 这样算下来,肖战仅仅只是平静着这场直播,就直接拿下了7个国家的热搜,全球总热搜排名更是排在第6位。 除此之外,观看肖战直播的人数也超过了810万,而81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?举个例子,北京去年的总人口约为2100万,天津去年的总人口约为1500万。 这样一个横向对比,我们也能够有个清晰的具象了,观看人数之庞大,可想而知。 由此可见,肖战的号召力之强,在当下的娱乐圈是当之无愧的流量存在。 但是我们知道,肖战直播又不只是流量,正如肖战工作室发布的那段话, 灿若星辰点亮夜空,孤独星球盛开浪漫,如其一致心动相约。 通过这样直播,我们也能够看到了肖战对于情感的一些看法,那6字建言,信任,尊重,坦诚,也值得所有的粉丝去品读和回味。 在此,祝愿肖战,愿你能够摘下自己想要的心情,也祝愿你我也能够把自己的心情放回天上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 ,拜拜。